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鐘 各位觀眾 全新的節目 重磅回歸 看了沒 這個是很多朋友 很多網友 很多粉絲 很多觀眾 一直在敲碗的老王給你問 而且我們這一次是2.0版本 老王給你問第一季做了90幾集 差一點就100集了 但是偏偏就不要讓他100集 我們剩下的級數 我們由老王給你問2.0來接手 重磅回歸 什麼叫2.0 就旁邊再多了一問我們的薄荷 小便 昨天的收視率 一丟出來就3萬的點擊了 你覺得如果這裡 換成小編也要問 還是換成一修也要問 這個 這麼可愛的圖像 換成我 換成你 瞬間大概剩1萬不到 了解就好 留言也100折不到 首先留言大爆炸 直逼我生日快樂那個 怎樣 你們各位是怎樣 你們各位是怎樣 是怎樣 蛤 不要那麼見色忘友 董哥 有人說明明才6分鐘影片 我怎麼默默就看了一個小時 有人說董哥 我怎麼覺得左邊這個是多餘的 拜託欸 對嘛 拜託欸 我們進來是來學習的 老王給你問 目前的規劃 因為我們薄荷平常還要做 憑他我們公司的事情 他不是每天被我們邀請來表演 所以 我們這個節目 目前規劃就是 兩個禮拜會上架一次 你就這個禮拜一上了 那下個禮拜一的就沒有 下個禮拜一就是我們的直播精華 那在下一個禮拜一 又會再看到薄荷 所以我們王老 老王給你問2.0的節奏 就是這樣 隔週播 那你要記得 隔週鎖定我們的全新節目 薄荷都會陪著你 由薄荷來發問 這個問題就聽得下去 之前都是小編發問 欸之前是我自己問的 之前是我自問自答 多餘了 多餘了 好 那喜歡這個節目呢 麻煩 現在來各位 幫忙多多按讚 多多訂閱 那如果你這個節目還沒看過呢 看完今天的解盤節目之後 趕快去找昨天的影片 然後一起來看 帶給大家全新的內容 而且這個影片就不是王老先生講幹話 滿滿的乾貨 而且用最快最簡單的時間 6分鐘左右的時間 讓你了解股票市場 重要的技術分析 重要的技術分析 籌碼分析 還有實際的應用 要不要看 要 還沒訂閱的趕快訂閱 那你記得要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小鈴鐺才會隔週通知你喔 這個節目 要不然你沒有小鈴鐺的話 會漏掉了 少看了薄荷女神一集 垂心肝 哪天突然被下架 對不對 開始今天的解盤節目 好 軟哥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講 美國公債殖利率倒掛會怎麼樣嗎 駿南美女的組合 難怪訂閱率就爆炸會 如果是駿南跟駿南的組合 南上加南 少子力就不好 我們來講一下 你剛才叫我講什麼東西 美國公債殖利率 對 我們上禮拜五的解盤 有告訴大家 我們要聊這一塊 那 這一塊到底是什麼樣的情況 因為 小鈴鐺我常常聽人家講 倒掛倒掛 有 各位觀眾 上禮拜情況最危急的 上禮拜的上半週 你有聽到一堆人跟你講 殖利率倒掛 那殖利率倒掛究竟是什麼東西 為什麼很多人會說 殖利率倒掛會 就是經濟衰退的前兆 現在就讓老王變身 Dr. Wang Dr. Wang 怎麼沒有變 怎麼還在這 預算不足 沒有特效的 那你要講啊 我就不用多這一趴了 你懂嗎 如果預算不足 我就這樣 叮 變身 Dr. Wang Dr. Wang 的總金時間又來了 最近講總金 頗受觀眾歡迎 你 他說原來董哥也懂 也懂 你不要拜託 我再怎麼爛 再怎麼爛 我也是考過分析師證照的老師 對不對 我也是在偉大的普惠頭部任職 你知道總體經濟投資學 這種經濟學是基本的考試項目 那我略懂 我就用白話 我來讓大家也一起略懂 略懂 有啦 董哥你講總金大家都覺得很簡單明瞭 深入淺出 對 深入淺出 你要了解這個深入淺出的道理 懂嗎 我沒有在開車 我在認真講總金 首先你要先了解一件事情 我們從最簡單最簡單繼續聊 就我們最近有針對那個台灣個股產業面的部分來做產業解析嘛 像是上次講那個ABF嘛 那如果你現在講這個債券 我們也從最頭最源頭來開始講 因為很多的觀眾都搞不清楚什麼債券什麼價格什麼殖利率 對不對 對 小朋友你不要以為每個人都懂耶 有人搞不清楚什麼債券殖利率跟價格到底是怎樣 對 那債券 有人會覺得債券價格跌 那債券殖利率應該是跌還是什麼 就搞得亂七八糟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現在從最簡單最源頭告訴你 債券它有固定的票面利息 比如說這個債券它每個月或每年每半年要給你多少錢 這是固定的 利息是固定的 票面利息是固定的 那債券的但是債券的價格會波動 因為債券從發行之後它就會到次級市場去交易 所以債券的價格會波動 因為有人買賣就會有波動 票面利息它固定要給你的多少錢的利息不會變 可是價格會變動 那就導致了殖利率會不會變到 會 因為什麼叫殖利率 殖利率就是把你票面的這個利息 把你拿到這個利息 除以債券的價格 這叫殖利率 成立百分之百 這個叫殖利率 你懂我意思嗎 那也就是 今天當這個債券波動的 當這個債券在下面的這個分母 在下面這個分母 債券的價格往下大跌 那這代表債券的價格會越來越少 那請問在利息不變的情況下殖利率會怎樣 變大 其實這種概念 這種概念很簡單 就用股票來思考就好 一檔股票的殖利率 怎麼算 不就是利息 不就是你贏到的股息在上面 然後下面是股價 所以我們常說股價跌越深的時候 殖利率會怎樣 股息殖利率會怎樣 越高 越值得你投資 因為股價在跌 可是你收到利息不變 這是一個簡單的數學公式 所以你把它放到債券市場也一樣 當今天固定的這個給你的利息不變 可是債券的價格在波動 如果債券在大跌分母變小 得到的殖利率就越來越高 所以我們最近常常聽到 這一個人半年常常聽到 什麼美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在飆升 代表什麼意思 以剛才這個公式 殖利率十年期公債殖利率在飆升 就代表什麼地方在往下跑 債券的價格 這代表債券在跌價 那什麼樣情況照它跌價 就跟股票買賣一樣 有人賣股票才會怎樣 跌 所以債券市場就是有人在跌 價格才會怎樣 往下 反之 兼債券的價格如果往上漲一路漲 擬領到利息不變 可是價格一路往上漲 這樣殖利率會變怎樣 分母變大分子不變 得到的殖利率會怎樣 變小 變小 小編你這樣真的聽 小編馬上就能反應喔 各位觀眾應該聽得懂 就是一個算勢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結論就是 殖利率啊 我們右邊等號右邊這個殖利率啊 跟這個債券的價格是怎樣 反比的 債券如果一直往下跌 殖利率就往上跑 債券如果一直往上漲 殖利率又怎樣 往下跑 就跟股票一樣啊 一檔股票 配你5塊錢 今天股價20塊 如果股價衝到50塊 一樣配你5塊 請問殖利率變高還變低 變低 所以股價是越跌越有高殖利率 跟債券一樣 好了 講完這個基礎概念你就懂了 那 債券對於什麼是敏感的 就我們剛才講吧 對聯準會的這個升息是敏感的 對聯準會收回熱錢或放出去熱錢是敏感的 當之前無限QE的時候 代表聯準會拿了很多的錢 要來無限量購債 聯準會是最大的買家 他有一個很大的買盤在支撐債券 債券的價格會怎樣 過去的兩年 債券價格就會往上 因為聯準會一直買 可是當今年以來 聯準會開始縮減購債 開始升息又準備要縮表 那代表聯準會這個最大買家不見了 於是債券市場就經歷了一大堆 大戶跟投資人的拋售 大家都在拋售這個債券 請問債券會怎樣 價格就崩跌 值率就往上跑 於是看到過去半年 你常聽人家講到了 10年期債券值率飆升 就這個現象 對嗎 我現在前頭講這樣有沒有很簡單 讓你懂原理嘛 所以我們知道債券跟聯準會的政策 貨幣政策是息息相關的 那我問大家一件事情 債券有分很多年 有分一年期的債券 兩年期的債券 五年期 十年期 十五年期 三十年期的債券 你覺得是越短期的債券 他的利率波動越大 植益率波動越大 還是越長期的 通常都是短期的債券值率 跟聯準會的這個升息的政策 波動比較大 我們說比較敏感 懂嗎 為什麼 因為越長期的債券 他持有到期日越長 所以他的反應度 敏感度就沒那麼大 那短期的 因為他到期日很快就要到期了 他對利率政策的反應 就非常 就比較激烈一點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 今天是這樣子 當聯準會 上上禮拜 不是聯準 不是那個美國公佈那個CPI嗎 是不是通膨嚇死人 所以全市場就預期 聯準會一定會用更激烈的手段 來怎樣 升息嘛 要一次升三馬 當時啦 最後結果是升三馬 那當時大家很多人以為要升三馬 升四馬甚至更多 那這樣的情況 大家提前 對聯準會的升息的這個 強勁的手段 有了一個預期 所以造成了前一陣子 前一個禮拜 美股是不是大跌 那同時債券市場也經歷過拋售 這時候兩年期的殖異率就上來了 正常嗎 因為債券被拋售嘛 我請問你 10年期公債殖異率的利率會不會上來 也會上來 因為不管是幾年期的債券 都會跟聯準會的政策息息相關 只是 當大家拋售完 然後兩年期的債券衝上來之後 10年期也衝上來之後 市場上比較大的 有一些大戶 有一些投資人 認為景氣會衰退了 認為景氣會衰退了 所以他們就把他們的錢 轉向轉買什麼 轉買30年公債 那會發生什麼現象 債券有人買 10年期的債券 或是30年的債券 它的價格因為有人買 所以價格雖然還在下跌 但是也獲得不少買盤的支撐 那你會得到一個結論 兩年期債券這種短期的殖異率 一樣在飆升 10年期30年期一樣在飆升 但是因為10年期的債券 有獲得一些 對接下來這個景氣看衰的人 然後他把他長期的資金 拿去壓住這個10年期公債 跟30年公債 所以公債得到一些買盤 長期的債券得到一些買盤 他殖略率的上升 就會比這個兩年期公債的殖略率上升 來的慢 合理嘛 因為價格跌的速度 就沒有兩年期的快 那會造成什麼現象 就會造成兩年期公債殖略率的飆升的速度 超過這個10年期公債殖略率 跟超過這個30年公債殖略率 那就形成倒掛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一件事情 倒掛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聯準會激進的升息 升息手段 然後造成短期債券 這個債券價格快速的崩跌 殖略率快速往上 同時市場的大戶 又因為看衰接下來的經濟 認為是衰退 於是把大量的錢呢 轉到了長期的債券 像10年期公債 跟30年期公債 導致30年期公債 跟10年期公債 這種長天期的債券 怎樣 價點的下格幅度沒有這麼大 所以他們殖略率上升 就來的比兩年期還慢 造成他們利差出現反轉 這就叫做倒掛了 我想這個講得很清楚了 那你給個結論就是停滯性通膨 不是嗎 大戶看衰接下來經濟成長 可是聯準會急著升息 因為聯準會要降通膨 現在的環境是高通膨環境 那不就是我們過去在談論到了 停滯性通膨嗎 所以為什麼說當殖略率發生倒掛的時候 就代表經濟要開始衰退 是一種前兆 就來自於這裡 各位觀眾 你看你聽我講完 你有沒有比較了解倒掛這個詞 不然 人云亦亦亦亦大家都會 大家朗朗上口叫倒掛 不知道 但是大家其實一直以為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倒掛 懂這個倒掛這個名詞 不知道它怎麼發生的 不知道它會有什麼後果 我跟你講一個最簡單白話的 我最喜歡用故事舉例 有人會說殖略率倒掛有什麼不可以 不可以啊不合理啊 今天企業發債 發債券是跟誰借錢 跟你借錢對不對 那我們環過來說 我如果去買債券 不就是我錢借給我們一家公司 我去買美國債券 不就是我錢借給美國政府 對吧 我借錢給別人 我借錢給別人 因為他發債我跟他買 我借錢給他 我借 10年 30年的這種很長期的時間 我拿到的殖利率 我拿到的收益率 怎樣 比兩年的還低 也就是說我借美國 我買他兩年期的公債殖利率 我借他兩年期的錢 我借他兩年的錢 拿到的收益率 比我借10年 借30年還高很多 我請問你一件事情 那有哪個傻子會賣 有哪個傻子會借人家 10年或30年的錢 沒有 合理來說應該是怎樣 小編合理來說怎樣 你把錢借給別人 比如說我借小編錢好了 照理說我借你越久 你要給我的利息應該是怎樣 回報應該收益率應該是怎樣 就越高啊 合理嘛 因為我如果借你10年的錢 我借你30年的錢 你這10年有沒有可能討入 不 小編你有沒有可能落跑 有 有嗎 我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知道要借你錢 你回答了你肯定 那是不是經濟也有發生很多不確定性 對 你連短期的都沒有辦法預知 你預期預知10年後 30年後發生什麼事嗎 那10年跟未來30年 是不是還有通膨的問題 對 你怎麼知道通膨會到哪 所以合理來說借人家錢都是 借越長的錢 你拿到的回到 所謂的這個殖遇率啊 這個收益率應該是越高的 結果現在反過來了 借了兩年的錢 我借人家兩年 我收了錢比借人家10年30年 拿到利息更多 那我要怎麼樣 我就打死我也不借10年跟30年的 這是倒關 所以倒關是不合理的 那你就不合理的現象 就預告了經濟可能衰退 這樣完全懂我的意思 這是美國實驗期公債 我們說債券價格 不管是長短債 其實都會反映聯準會 對於貨幣政策的一個態度 對吧 那所以你看今年以來 其實這個整個 美國實驗期公債殖遇率 這個債券收益率 其實就是我們債券殖遇率 是一路往上的 那已經來到了3點多了 3.2以上 最新的是3.2 2年期的公債殖遇率 請問這 今年以來有沒有一路再往上 有 代表債券市場的恐慌 一直債券一直被拋售 所以價格一路往上 殖利率一路往上 價格一路往下 殖利率一路往上 這樣沒問題嗎 好 那來到這個地方 他也來到這個地方 他也一路在飆升 3.23 3.28 美國實驗期公債殖遇率 今天3.28 2年期公債殖遇率 3.23.85 是不是越來越靠近 對 那如果一旦 當然現在還沒有 上週 上週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就要翻過來了 變成 兩年期公債殖遇率 你看現在兩年期公債殖遇率 這個收益率顯然比10年期還低嘛 這叫正常的嘛 那上禮拜就變過來 兩年期的比10年期的還高 這個就要倒過來 上禮拜差一點點 那上禮拜為什麼差一點點 我剛才講過了 因為上禮拜 你看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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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看這個角度 升上去這個角度 他也在升 他也在升 但是兩年期的升的快很多 所以說 於是形成倒掛 於是差點形成倒掛 這樣懂了 那倒掛的現象會怎樣 所以各位觀眾 你應該看了 你之後就觀察嘛 什麼時候這裡的數字 如果大過於10年期的 那就叫什麼 倒掛 對 如果我剛才問這個簡單的問題 還有人答不出來了 我剛才那十幾分鐘刻白上了 那倒掛會怎樣 倒掛會怎樣 這張圖喔 是 這個 十年期的公債執益率 減掉兩年期的利差 倒掛意思就是 他本來 本來應該是 十年期公債執益率 要高於兩年期的嘛 所以你十年期 減掉兩年期的這個執益率 一定會有利差嘛 是正向的嘛 代表我十年期比你多嘛 那倒掛就代表會變成怎樣 0 或者0以下 負值嘛 這張圖就是他的利差的情況 這個叫0.0 就0嘛 所以也就是在這條黑線下面的叫做什麼 倒掛 怎樣 聽不到 你可能想要用別的方式表達 但其實最簡單的兩句 兩個字就是 倒掛 對 所以你可以發現在2000年這邊有倒掛 在這個地方 2006年之後 2007年這邊也有倒掛 還有一次 在這個地方 大概 2019年的時候也有倒掛 你可以看這個 你就可以看這個讀嘛 只要在這個下面都有倒掛 倒掛的現象 我們剛才總計了 我們剛才有個總結 就是說 它就在反應經濟未來可能衰退 那我請問你 股價 是反應 基本面的嘛 所以如果反應經濟衰退 那股價 我們直接這裡就看美股就好 美股會不會跌 會 但請問是 在倒掛發生 比如說上禮拜差點發生倒掛 要是上禮拜發生了 請問是上禮拜立刻崩盤嗎 或是接下來一兩個禮拜 如果真的發生了 請問是立刻崩盤嗎 不是 其實不是 因為這張圖就告訴你 這個灰色的 灰色就代表 當年的美股出現了大幅的下跌 灰色的地方 你可以直接說崩盤也沒關係 像這一個2020年的年初 這發生什麼事 新冠肺炎 是不是當時美股還是壟斷 那這個地方 2008年雷曼兄弟 那這個地方 在.com泡沫 有沒有 那是不是 你直接看 是不是都在出現倒掛之後 隔半年 隔三個月 或是隔一年 隔一年半 有沒有 這邊倒掛之後 有沒有 在這邊倒掛之後 這個也2019年倒掛 隔了大概幾個月半年之後 欸 新冠肺炎 新冠肺炎是不是造成很嚴重的經濟衰退 對 所以你得到結論了沒有 就是說 倒掛如果從歷史經驗來看 那通常 通常 就是代表 景氣經濟在衰退 而股市 會在倒掛之後 最快三個月 最慢 半年 一年 一年半 來反應 大跌 所以通常看到倒掛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太擔心 對 不用太擔心 因為你知道 還有一段日子 股市才會看到大跌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要看到倒掛就是要崩盤 但是 你要對於倒掛所造成的一個現象 感到戒慎恐懼 那就是經濟衰退 是不是現在進行事 是 代表整個全球經濟正在衰退中 才會出現倒掛這件事情 這樣懂嗎 其實 大家可以仔細看這張圖 今年的4月1號 美國的十年期公債 跟兩年期公債的殖利率 就曾經出現過短暫的倒掛 就這麼短暫 那你看喔 過了現在 將近兩個半月 甚至快三個月了 你現在看到世界的經濟是怎樣 你現在看到美國的經濟是怎樣 你看到一堆公司出來調降財測 你看到一堆研究機構告訴你 全球的經濟要太走向衰退 你看到上禮拜 我們在解盤節目告訴你的 聯準會的這個會議的表格當中 他告訴你的 我們要降低 今年美國GDP成長的預測 有沒有 上禮拜還記得嗎 那 請問這一個今年 在4月1號 早就倒掛了這個訊號 到現在有沒有讓你看到 有沒有讓你看到 美國經濟的衰退 有 所以大家現在要注意的是 這個力差 來 在這個地方 小朋友仔細看 有沒有很逼近 有 已經越來越貼到這個黑色線了 再問一次 黑色線0.0以下這個叫什麼 倒掛 如果未來不小心有出現倒掛 你是不是又要再對未來幾個月的美國經濟成長怎樣 要抱持一個擔憂的態度嗎 代表經濟衰退還沒有看到止步 這樣就是我們來解釋倒掛一個最好的方式 那股市呢 你也要擔心 因為你看 當時4月1號 拖了2個月 快3個月之後 股市到上個禮拜還在幹嘛 還在大跌破底 所以它算是一個先行指標 它雖然不是當下立刻破底 你想喔 4月1號倒掛之後 過程當中美股跟台股有沒有出現反彈 有 也是有啊 不見當下立刻大跌 但是它是一個警訊 我們就要記好這個警訊 如果萬一現在又來一次 4月來一次倒掛 6月又來一次倒掛 這倒掛來的非常頻繁的話 那是代表在未來的半年 一年 甚至一年半 會有更大的危機在等著我們 這個是我們要放在心上的 懂嗎 好 講完了這個小編 懂了吧 懂了 各位觀眾 如果覺得老王講的還不錯 讓你可以很快速 很簡單的了解什麼叫植魚倒掛 麻煩不要吝嗇給我們個讚 越多讚 我們越有講這個總經的動力 對不對 越有帶大家深入探究 這個世界奧秘 深入淺出 深入淺出 講到Discovery 那 這是講長線的一個經濟的一個前兆 前景的一個預兆 那如果是短線呢 我們剛才叫長的嘛 你短線當然還是要從技術分析來做切入 來做觀察嘛 因為技術分析反應是短線的變化 那長線你可以靠剛才這些總經來做判斷 那短線怎麼看 這個老生常談的 這個昨天沒鬼沒開盤 那禮拜五講完也不就經過一天而已 沒什麼改變嘛 你從均線 1234 一句話 條條均線都是壓力 你有沒有聽過條條道路通羅馬 這個是條條均線都是壓力 我們千萬不要講什麼條條均線通地獄 這個你等一下又會嗆 你等一下又會嗆極度看 沒有喔 沒有 我沒這樣講喔 我是告訴你條條均線都壓力 合理吧 合理 你就是必須一條一條克服嘛 才能往上嘛 直到你把所有的均線站上才能怎樣 四海遊龍長線 反多 美股過去這邊就是站不了季均線 所以沒有長線反多嘛 那是不是跌破月均線我們就說反彈結束 那反彈結束就上了一波嘛 那你現在再次反彈 你就一條一條去功課 也就是說 最簡單 你要先突破五日均線再講止跌嘛 短線止跌 突破五日叫短線止跌 直到再次把五日跌破 那就止跌結束 這樣會看嗎 上面還有兩個缺口 這邊等於有一堆均線 一堆缺口 壓力大不大 跌升本來就會怎樣 反彈 這合理 台股今天不是也反彈嗎 問題是昨天台股才剛跌快300點 你知道嗎 跌升本來就會有反彈 重點是反彈你要去看 改變趨勢了沒有 而不是去看單一可以放 那STOP也一樣啊 五日均線還沒站上啊 那站上就短線止跌嘛 那開始反彈嘛 可是反彈上去會面臨到 一個缺口 兩個缺口 一條均線 兩條均線 三條均線 壓力還是很大 那 非常棒的指數 五日均線 站上了嗎 還沒 連摸都還沒摸到 你要他站上 短線暫時止跌 反彈 問題是 一個缺口兩個缺口 一堆均線 兩堆均線 三堆均線 壓力還是很大 那就 你就只能這樣看 你如果真的有站上五日均線 你只能看反彈 就是不要再跌破五日 因為一旦再跌破五日 代表反彈 結束 那如果連五日都摸不到 有反彈 有止跌嗎 沒有 下一股 好董哥 台股昨天藏黑破底 今天又藏紅 300點上上下下 怎麼玩啊 怎麼玩 很難玩嘛 就乾脆不要玩啊 你空手看戲就好啦 對不對 為什麼上禮拜急著要搶反彈 你不要想說今天漲300多點 大家都很開心 沒有 各位 昨天 如果你有在看盤的 或你有在玩股票 昨天那個大跌是把一堆人殺出 我可以說殺出資來 真的 所以貴買是跌3%多 那大盤也是跌快300點 而且是尾盤那邊一直殺 昨天融資就砍了89億 你知道嗎 所以你不要說 上禮拜搶反彈的人 今天賺到這300點 怎麼賺到 昨天都殺光光了啦 昨天一堆人都坦掉了 今天怎麼賺 對 這就是小朋友問 為什麼能難玩啊 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那一天大漲一天大跌 會難玩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看太短嘛 就是因為你只看單一K棒嘛 你昨天看到大漲你就嚇得要命 今天看到大漲你又很興奮 永遠在看單一K棒 昨天大跌收最低耶小便 對 那現行看起來怎樣 很醜 還破前面的 還破今年的低點對不對 看起來就完了對不對 今天漲300點 而且漲300點看起來很強喔 各位 禮拜五我們在錄節目的時候 搞不好破底你知道嗎 搞不好嗎 不知道 我先講齁 這兩天大跌大漲都跟我沒關係 因為我根本猜不到 我根本猜不到昨天會大跌 我根本猜不到今天會大漲 完全猜不到 但是我知道一個趨勢有沒有改變 沒有 我上禮拜五怎麼跟你講的 上禮拜五貴買還給我偷拉一點腳喔 有沒有 上禮拜五感覺又有拉腳喔 我是不是告訴你 不管是大盤還是貴買 都出現了第二個空方缺口 我是不是叫你去看看每股出現兩個缺口之後怎麼變化 沒有封閉缺口就再度怎樣 往下 所以昨天台股有沒有大跌 有 大跌很多人說哇董哥好神啊 這沒有神啊 這不神啊 小編這一點都不神你知道嗎 這基本的 基本的趨勢判斷 我如果神 就是我可以猜到昨天是大跌 今天是大漲 這個才叫神 所以我完全不神 我只是照著技術分析來告訴你 我們只看趨勢 請問上禮拜五有改變什麼趨勢嗎 沒有 上禮拜五還多一個跳空缺口 中繼缺口沒有被封閉 什麼叫中繼 代表趨勢會怎樣 延續 上禮拜五跟你講的 所以昨天大跌嘛 你合理可以避開嘛 那今天大漲呢 趨勢改變了沒 這才你接下來要了解重點 上禮拜五缺口在這裡 對不對 一個兩個嘛 那缺口沒封就繼續下去 這不是很合理嗎 這哪裡神啊 這正常的技術分析 這最基本的 好現在問你 那今天這一根的紅K棒 跟這根黑K 這兩個K棒合起來叫什麼 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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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叫吞噬 今天的那個黑K 紅K 站上昨天黑K的最高點 今天紅K把昨天黑K整個吃掉 所以你說這個叫吞噬 吞噬 那小朋友問你 那這個是什麼 今年五月份 一樣 出現收最低隔天反彈的情況 收最低隔天反彈 那你說這個紅K棒吃掉這個 黑K叫吞噬 那這個沒過 這個我來看就是吞噬 失敗 結果也反彈上去 小編 為什麼 董哥 這另外一個說法 叫做母子懷抱 母子懷抱 母子懷抱 也說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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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解盤 來解盤 房間的說法 各位班長我們讓小編來解就好了 小編你對這個K棒形態很熟 他說這個叫吞噬 這個叫母子懷抱 不是啊 他 有突破 這個叫吞噬 你說好現象 他沒突破 就沒有吞噬 但是他也是找上去 你的意思就是說 今天大盤如果沒有這樣 這樣也可以 反正只要是黑K就不是嘛 所以 單一K棒真的不用研究太多 真的嗎 各位觀眾不要研究太多 就我來看 不管是這個K棒還是這個K棒 不管你是吞噬還是什麼母子懷抱 他會不會長上去照看後面 有沒有辦法改變他的趨勢 有沒有辦法改變短線的趨勢 有沒有辦法改變短線的趨勢 有沒有辦法改變波段的趨勢 我講有沒有道理 有 那你母子懷抱如果會不會一根長黑咧 對 我是懶得去找圖 不然應該有 我是究竟找一個五月發生 五月發生一模一樣的K棒 我就知道你要說吞噬 對不對 我就知道你要說母子懷抱 看趨勢 趨勢是最簡單的 而且每個人軟體上面都有 趨勢最簡單 什麼叫趨勢 把均線拿出來 把缺口拿出來就好啦 就像上禮拜五告訴你缺口沒有封閉 第二個缺口出現 看看美股 出現兩個缺口就繼續再往下 那這個第二個缺口不就 有沒有繼續再往下 我跟你講 昨天灌殺到最低耶 我剛才前面跟小編講過了嘛 昨天的K棒收最低 還破了前面的第一點 看起來恐不恐慌 技術面破線 對不對 單一K棒來看的話 今天反彈啊 所以我們是猜不到 一單一天的漲跌的 猜不到又不是神 但是你可不可以透過均線來看 什麼叫趨勢 短期至少要站上五日 至少站上五日嘛 才叫短線的止跌 那今天收盤剛好摸到 剛好摸到 摸到就繼續觀察 你懂為什麼 搞不好明天下來 不知道 反正摸到就繼續觀察 你要能夠站在五日上面 那麼就說短線暫時止跌 記好是短線暫時止跌 未來的觀察就是看他 什麼時候再把五日均線給跌破 那就是反彈結束 就是這麼簡單 那他就算站上五日 他馬上會碰到哪裡 這個空放缺口壓力 再往上還有什麼 十日均線 再往上還有什麼 月均線 還有一個什麼 空 就我剛剛美股講的 一模一樣在搬到這裡 條條均線 都是壓力 講好 你不要亂講 條條均線通地域 這不是我講的 我們沒有這樣說 那是極度看摔 這是極度看摔 我們沒有這樣講 我們是告訴你壓力 所以你反彈 你只要一條一條去克服 那克服不了就往下 當他把短期均線站上 再一次跌破短期均線 就像這裡 再一次跌破短期均線 就代表反彈結束 這樣夠簡單 你說真的 這麼多的均線壓力 我認為 真的可以讓你 比如說我去買個股票 搶個反彈 絕對不是在這邊 晃來晃去的時候去搶 那危機很大 隨時會再往下跌 隨時會再波動 會再大跌往下 甚至破跌 就按照我們先前教你的 跌升電子股的反彈 我們通常都看來要均線 突破月均線 講對了 所以以我來看 突破什麼5日 10日 或這個短期均線 都不是重點 他能不能把月均線給突破 就像這裡 是不是在月均線上面 震盪了一段時間 那個才是真正 我認為 大家可以進場去 搶一些跌升反彈股的時間 當然你會說 可是董哥 那個離低一點 有點距離 現在在這個地方 你有沒有在拜託 昨天有300多堂股票 創下今年以來新低 你知道嗎 你這一段避開 你少賠多少 你知道嗎 你不用要求自己去買在最低點 因為誰知道最低點在哪裡 小編你知道最低點在哪裡嗎 不知道 萬里反彈只是曇花一線又往下了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哪一趨勢還沒有扭轉 所以你不用要求自己買在最低 我們又不是想當神的人 當神是要被拿來拜的 你知道嗎 那代表你已經say goodbye 你知道嗎 我們當一般人就好 一般人就是順勢交易 當今天趨勢正式扭轉翻多的時候 你再來搶股票 我們的確不會買在最低點 但是你可以買在相對低點 對不對 這個才是大家要注意的這件事情 再來看 跪買市場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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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子懷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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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意思是 大喊這樣叫吞噬會長 母子懷抱也會長 那我就不懂這個K-pop跟這個K-pop差在哪 小便你講的喔 小便你講的喔 你講這母子懷抱的喔 明天如果往下咧 明天如果往下 我就會拿這一趟來問你 為什麼他母子懷抱是往上 他母子懷抱是往下 我禮拜五就會來公審你喔 你禮拜五就準備出來加法喔 所以不要看單一K-pop嘛 不要看這個K-pop組合嘛 昨天收這一 我問你喔 全部遮起來 這個下影線迷不迷人 迷人 上禮拜我又給你收下影線 迷人 講多少次下影線不要怕 這樣啦 而且長紅又要看好了 更迷人 更迷人 至少要止跌先看五日軍線 至少止跌啦齁 你要翻多越軍線還在這個地方 上面還有缺口壓力 還有十日軍線壓力 還有越軍線壓力 還有一堆的壓力 就我來看啦齁 這個多頭自視人需努力 上面還有一大堆的壓力 你還是要騷擾物照 好董哥 貨櫃航運的水手 都變水鬼了 是不是 It's over 你小心 你小心 人家都跌那麼多了 你還要 你小心 好不好 沒有沒有沒有 你不要講人家It's over 等一下人家說你極度看摔 真的 沒有極度看摔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這一台沒有在極度看摔 任何一檔股票 任何一個個股 任何一個族群沒有 沒有 我們都是很客觀的 提出分析 告訴你這檔股票 目前是多頭趨勢 還是什麼 空方 就這樣沒有極度看摔 我上次也表演過了 什麼叫極度看摔 對不對 條條均線通地域 這個叫極度看摔 或是誰叫你要買船 摔死了變成船了變水鬼 對不對 這個才叫極度看摔 我們不幹極度看摔這種事 我們要做的只是提醒投資人 避開哪一些已經犯空的族群 對不對 而且在第一時間 在第一時間 那我們也要做提醒各位投資人 什麼哪個族群 在第一時間已經犯空了 我們只做這樣的事情而已 那今天 報紙的新聞 這報紙的 馬斯基 極度看摔 他講的 不是我講的 海運龍井 八月反轉 內容自己看 內容自己看 主要是這裡的CEO他寫了 先前蓬勃的事況才能出現 長鞭效應 鞭子的鞭 馬斯基是丹麥的大船商 全球四戰第二 他講話 告訴你 海運龍井八月二反轉 這其實是昨天講的 所以 昨天的貨櫃三雄是不是殺的稀里花 全部都藏黑破底 對不對 因為一番話 在媒體上面一番話 那今天報紙把它看出來 報紙 這報紙做的表格 不是我做的 報紙的表格還幫我們做出來這裡 這叫馬斯基現在的看法 對下半年的看法 需求不正 八月貨櫃運輸 恐有下下 下下 下下 反轉的疑慮 這是我們台灣貨櫃三雄的看法 下半年了 目前沒看到需求減緩 供需仍舊失衡 對今年營運業績人來看 未來的展望 馬斯基 全球貿易成長有限 貨櫃三雄 要看需求端 庫存情況 未明顯摔退 光看這兩個就 小片 好像不太一樣 不同步 好像不同步 看法完全是有點分歧 分歧 而且分歧的蠻嚴重的 就有一邊看得很 不是很好很差 有一邊看得還不錯 還看得很好 那這個是什麼現象 要嘛就是有人看錯 就是有人不懂 不懂啦 馬斯基 你不懂啦 明明下半年了 大暢旺 貨櫃行員 貨櫃行員 貨櫃行員好到爆 你看不到啦 還是說 貨櫃三雄你看不懂啦 人家看得還對的 這是一種情況 也有第二種情況 就是 大家都看得懂 但是有人在裝傻 我沒有說誰喔 有沒有可能是馬斯基在裝傻 有可能啊 怎麼會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是貨櫃三雄在裝傻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反正不同步就是一定有人 講對了一定有人講錯的嘛 那講錯的是 真的看不懂事況 還是看得懂 但是裝死裝傻 你就要自己去判斷 我們上禮拜五 花了十分鐘跟大家講了什麼 2022年的海運改革法案 有沒有 我直接給你一個結論嘛 我說你不要以為拜登是什麼 塑膠做的嘛 我就說了 他那個法案的確沒辦法 的確沒辦法 控制你運價漲跌 沒問題 沒錯的確沒辦法控制 但是他可不可以每天調查你 每天叫你交報告 煩都煩死你 有沒有 他的任務 就是要把他港口的貨清出去嘛 他的任務就是要降低那個運價嘛 你有可能在法案出來之後 運價一路往上飆嗎 你就是在看美國政府 對不對 沒點嗎 有可能嗎 所以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現在是 我們來講一下馬斯基 上禮拜我們是講那個 改革的法案 那這禮拜我們講一下這個馬斯基的情況 到底他說的 長邊效應是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他在想什麼 先跟大家看一張圖 這個叫長邊效應的圖 什麼意思 鞭子 鞭子 位置 是這樣嗎 不然呢 不是都 沒有啊 你鞭子這樣啊 沒有人鞭子會在這裡的嗎 沒有人鞭子會拿在這裡的嗎 鞭子當然就放在這裡啊 你 你對剪接事有意見對不對 沒有沒有沒有 做他做的喔 很棒 做的超好 好我請問你 鞭子就 各位 各位你自己現在手上拿你自己的繩子 你拿你自己的繩子來甩好不好 你自己家裡就拿繩子這樣 你會發現什麼結果 就拿鞋帶 你拿鞋帶甩可以 就這樣甩 我自己鞋帶這樣甩 是不是越靠近這段 你就稍微抖動一下 他大概就是這樣的波動 可是越後面 越後面那個波動會怎樣 越來越發不大 真的好不好 你有沒有看到彩帶舞 彩帶舞是這樣 可惜 我們沒有動畫 經費不足 不然這樣就有彩帶舞 有沒有 這彩帶後面就越耍越大 也就是說 從這裡到那裡的波動是越來越大的 那長邊效應就在講這件事情 長邊效應主要在講的就是 終端的需求 也就是消費者的購買這個需求 會由下游往上游 不斷的放大放大放大 什麼意思 今天消費者去買東西了 那零售商賣他東西 有一罐汽水 賣的特別 聽說這罐汽水喝下去 一整晚不用睡覺 也可以 像18歲的少年這樣 病病給 一整晚不用睡 你想不想買 賣 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零售商會賣到缺貨 所以他會怎樣 他會跟上游的批發商 有沒有 你知道大麻批發商去跟他調貨 那他因為覺得消費者 在買這個東西很給力 大家都很想喝 所以他貨會叫多一點 會 那貨叫多一點呢 有一大堆的零售商都發現同樣的情況 都跟大盤都跟批發商叫了很多的貨 你覺得如果你是批發商 你會不會很明顯發現這個商品賣得很好 那你會想做什麼事 調漲價格 不是調漲價格 你會先備貨 一堆人跟你叫貨 對不對 一堆人是不是跟你叫貨 那你會怎麼樣 你貨怕不夠賣嘛 你會怎樣 再叫更多貨嘛 那你已經是大盤 你已經是批發商了 你就要再跟更上游的什麼 進口商 再跟總經銷 再跟進口商叫更多貨 因為你要備更多貨 來等著這些零售商怎樣 把你的貨叫走 我們現在有一層一層在越叫 好 那進口商呢 用一個貨櫃一個貨櫃在進口的 突然發現下面賣得很好 一大堆的批發商來跟我叫貨 你會不會想要多進幾個貨櫃 會 那你是不是叫更多貨櫃了 比以前叫的更多 因為你要備著庫存嘛 因為你覺得消費很棒嘛 你覺得很多人想買嘛 那這個進口商 叫我一堆貨櫃 再更上了是誰 就製造商嘛 製造這塊飲料的廠商嘛 他看到了大家貨櫃不斷的叫 不斷的叫 哇我的貨在一個貨櫃 一個貨櫃一直出 他會想幹嘛 如果你是廠商 你會想幹嘛 製造更多的貨 沒錯 增加產線嘛 有本事這飲料都給我灌灌灌嘛 原本在生產 什麼可樂的都給我拿來生產這種 飲料的嘛 所以這邊製造商也囤了一大堆的 產線一大堆的貨 瘋狂生產 日夜加工生產 結果有一天 突然一堆年輕人 在社群軟體開始寫這個飲料說 這個飲料其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 我本來喝了半夜一整天睡不著 原來是因為我在喝這罐飲料之前 我喝了咖啡 又一人說 對啊其實我喝這罐飲料都沒感覺 對啊其實我這罐飲料都 哇 完了 年輕人開始不買了 我請問你 零售商叫了一堆貨賣的出去嗎 賣不出去 那他往上的一堆一堆更上游 那些貨怎麼辦 我囤積的更多 誰受的傷最大 最上面最上面那個生產者嘛 製造商嘛 因為他不斷日夜加工的生產 他的產線嘛 你懂這個嗎 這個叫常見效益 就是這個需求 終端那個消費者的需求 會被放大 會被一層一層一層放大 就是說年輕人可能就 沒有那麼 就是這個飲料 他只能一瞬一時之間的需求刺激 聽到沒有 就一瞬間的需求刺激 這個需求被放大太多了 零售商叫太多 零售商叫太多 導致上面批發商叫太多 批發商叫太多 導致進口商 這樣更多存貨 進口商存貨 又害得最上游的這個製造廠 錯估情勢生產更多 最後就是瘋狂的怎樣 庫存堆積 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覺得不要說 在馬斯基講的說 在這個貨櫃航運看到 其實在全球的電子科技也是這樣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現在三星不是上禮拜 我們在討論那個新聞 他是不是暫停跟很多零組件說 暫停供貨 有沒有 為什麼 就是因為 可能過去兩年賣得很好 備貨備太多了 從下游到上游 這備貨越備越多 越備越多 哇那現在就要面臨什麼 去庫存 所以你就先不要供貨了 我就不會再跟你交貨了 暫時到7月底不會跟你拉貨了 因為我要先去庫存 懂嗎 所以現在經濟情況還是一樣嗎 我們是不是消費者因為通膨 因為很多房貸歷史增加等等的原因 我們不再積極消費了 那我們因為疫情我們開始走出去 我們對網購的需求越來越低了 不會閒閒在家沒事就就網購 那造成需求降低了之後 過去兩年因為疫情 這些一大堆上游 往上這個供應鏈 備了一大堆的庫存 完了 消不出去了 這不是現在經濟情況嗎 所以不只是貨櫃航運有這樣的情況 我認為 馬斯基講的 那我認為 整個經濟的產業 很多的族群很多的產業 都面臨這樣的情況 那這個就叫長鞭效應 這個就叫長鞭效應 就像鞭子一樣 那我請問你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站在經濟學的角度 管理學的角度 我們要怎樣來克服這樣的現象 很簡單最簡單的一件事情 這個鞭子啊不要那麼長 縮短鞭子就好了 長鞭效應就在於中端的消費需求會被扭曲 對不對會被放大 那我要是鞭子越長 我的放大的過程是不是越來越大 一直會被無限的放大 所以我想辦法縮短這個鞭子 也就是說從我製造商到中端 我盡量變成怎樣 一條短鞭 從長鞭變短鞭 我是不是這個需求被扭曲放大的 這個情況就會減緩改善很多 這樣懂嗎 這個是順便提出來跟大家一個解決方式就是這樣 所以你作為如果你是一個企業的領導人 或是一個賣東西的人 你是一個廠家 你盡量讓自己的這個鞭子小一點 供應鏈的這個過程小一點 短一點 那你可以減少這個問題 因為長鞭效應一旦發生 衝擊最大是誰 這上面 那我們知道貨櫃 貨櫃航運過去的兩年因為疫情 疫情很多歐美的或是全球的人都在家裡 沒事刷網購對不對 沒事就購物消費慾望大增 好買了一大堆的貨 就這一大堆的貨呢 沒有櫃可以載沒有船可以載 那貨櫃航運的業者呢 這些航商看到這樣的情況 你沒有貨可以載 你看到一堆人都有載貨的需求 你會怎麼做 你套用我剛才這個長鞭效應 你會怎麼做 很多航商是不是開始會去買新船 對不對 最好是買越多新船越好 因為我要載貨啊 結果新船買了 開始要載貨了 欸 全球的經濟是不是在今年出現下滑 對 消費的需求降低了 大家不再那麼風行購物了 大家購物的需求降低了 貨代表你要載的貨是不是變少了 可是你船變多了 你的供給變多了 你的需求降低了 請問 會不會受到衝擊 會 這是我剛才解釋的長鞭效應 貨櫃的航運的一堆航商 之前看到了需求的增加 對不對 然後拼命的準備了一堆新船 結果現在 預期 那馬斯基說八月就會反轉 八月之後你就很明顯看到貨變少了 可是你船還是那麼多 你需求就會反轉 那反轉請問你 貨運的價格會怎樣 往下 那貨運價格往下 所以股價會 往下 所以就造成了昨天 昨天怎樣 昨天貨櫃上去有沒有大跌 有 那 講完了這個 馬斯基說的這個 可能在八月 會有所謂長鞭效應之後 我們都了解了這個總體 跟這個產業基金面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短線 該怎麼看 畢竟人家講這個時候 長鞭效應的時候 這股價已經先大跌一波了 那你要避開這個大跌 你總不可能等到他講了這句話 這段話之後 對不對 這段話之後 你才說 啊 我要趕快跑 是不是有點太晚了 那我請問你 你只有透過什麼方式 你可以跑得早一點 你可以避開這一段的修正 技術面 技術面 就像我們上禮拜五 在聊那個 2022年的海運改革方案 可是 這個股價 在 改革方案簽署通過之前 就先往下跌了 你要怎麼能夠避開 你怎麼會知道 馬斯基的CEO後面會講什麼話 你不知道的 可是技術面 有沒有先跌破所有均線 有 我們有沒有在這個節目就告訴你 貨櫃三雄跌破所有均線 就是翻空要走跌了 就是結束反彈了 有沒有 我們 還是要說明一次 我們沒有極度看衰 我們是站在一個技術面的立場 很理性的告訴你 這邊我們就告訴你跌破所有均線 反彈結束 多頭結束 要再度往下修正 翻空了 有沒有 我就這樣人 我說你有本事站上所有均線 我就說翻多 你跌破所有均線 我就說你翻空 但我們是單純從技術面來看 這下面是什麼 成交量 股價往下跌 成交量一路的往上滾 你有沒有發現 你記不記得我們以前在講 這種貨櫃三雄的時候 老王都是嫌他們沒有成交量 我都嫌他們突破之後 量就快速縮下來 因為說 無量就無價 有量才有價 結果現在下跌的過程 量一直出來 哇哩咧 那不就是整個完全顛倒嗎 我說上漲的時候 有量就有價 反之 如果你在下跌的過程 你量一直爆出來 那不就也是 有量也有 價 所以他就一路跌了 有沒有 直到昨天 爆出了一個波段的 最大量 這裡 跌跌不休 來到這裡爆一波段 最大量 代表什麼意思 有很多人在昨天去交易 包括很多人 可能是因為 馬斯基CEO的這番彈話 然後昨天把股票砍出來 有沒有可能 一堆人 一定一堆人 那有沒有人想說 我避開這一大段之後 我要來抄底搶反彈 都已經快到一百塊了 可不可以抄底 也是有人 因為成交量 就是有賣才有買 有人買 有人賣 所以昨天這根大量 超過二十萬張 就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代表的是 這個地方 能不能形成集體的共識 賣掉的人 到底是賣對還是賣錯 到底是這邊賣完 還有一波要跌 還是就此之跌 買進的人 到底能不能賺到錢 就觀察這個大量地點 如果這個大量地點跌破 代表昨天去抄底人 通通失敗 小編那代表什麼意思 那是你根本超錯地方了 還沒止跌 這樣懂嗎 那要是昨天的低點沒有破 反過來想 那就是昨天 因為馬司機一番談話 去砍掉的人 砍怎樣 砍錯了 那代表你亂砍 那短線就有機會 反彈 所以昨天的大量地點就是 貨櫃三雄 現在最重要的關鍵 萬海也是 你看這個量 不就是一路滾上來 從跌破之後就一路滾上了 那還爆了一個波段最大量 昨天是幾萬張 三萬張 對嗎 三萬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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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大量地點要守住 今天 今天的貨櫃三雄 都是因為有守住 所以有反彈 那再看一下陽明 昨天超過十萬張 這個大量地點 要不要守住 有 這樣有沒有判斷 我現在是講短線 能不能止跌 暫時止跌 短線 因為波段你們都知道 波段要怎樣 跟我禮拜五講的一樣 上禮拜五在這裡 我是不是告訴你 他紅K棒 可是上面你都還沒突破 昨天一根長黑 所以真的要翻多 長線翻多 就是要把這些所有均線 給站上這樣一跳 那我現在只是在跟你講 短線止跌 你要怎麼辦 你說 假設你還有股票 你總是要看短線 有沒有機會止跌 有沒有反彈做好一點處理 那就看昨天的大量地點 這樣我可以嗎 好 董哥 長榮國際公告 上週大買長榮航空3萬張 地理的復仇要來了嗎 3萬張的長榮航空 上禮拜 一買再買 我就問你一件事情 3萬張大概花多少錢 3萬張要花多少錢 不多啦 真的不多 對有錢人來說怎麼會多 10億而已 怎麼會多 對不對 10億 10億 彈子就有10億 我相信小編你身上也好幾億啊 對不對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 也不需要解釋 因為我上次 我上次 上一個去 去那個花蓮玩 你記得嗎 我去花蓮玩 那遇到一個粉絲喔 然後他跟我說 什麼他認識的一個弟弟也在玩 股票 應該不是玩股票 也在看我的節目 那我說 那謝謝 那個弟弟 然後我們就聊一下嘛 那個弟弟啊 今年啊 高中生啊 16歲還17歲而已 在看我的節目 未成年在看我的節目 那你說 我是不是要做好這個 教育的工作 對 所以我剛才說了 你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聽不懂 因為現在的弟弟妹妹 也沒有我們以前那麼純淨 哈哈哈 說不定他們懂得比我們多 所以 我們節目就這樣 我們動不動就開車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我也沒辦法 好不好 聽不懂不要去細舊為什麼 OK 我剛才以為你要說 那個弟弟已經賺十幾億了 嚇死我 那個弟弟可能現在身上好幾億 OK OK 來 那個長榮行 這裡有個長榮國際 對不對 長榮國際是什麼 什麼的一個背景 我們簡單說 就是大房的二兒子跟三兒子 那還有這個 二航的獨子 就我們比較知道的那個國維兄 國維兄 那 等於是比較屬於這一派勢力的 所以他們長榮國際 在公佈大買長榮行之後 會讓人家有一種感覺 什麼感覺 欸 是不是這個弟弟派要來對抗老大哥這一派 是不是長榮行的經營權 董監改選 董監改選 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劇本上演王子復仇記 那我這個地方先跟你講一件事情 這個長榮剛 長榮剛一樣之前也是被人家講說 會不會有這個 董監改選的問題 後來還是由哥哥派這一派獲勝 那長榮行這一邊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選任日期 這個董監事選任日期 是2020年 請問今年是多少 2022 那董監事改選是三年改選一次 所以下一次董監事改選應該什麼時候 明年 2023 啊現在才2022年 有一點早 但是你說提早做本貝呢 也不能說沒有 只是 我覺得需要持續觀察下去 你可以持續觀察下去 當然你要想一件事情 上禮拜的長榮行是不是大跌 大跌 減便宜 對於有錢人來說 又可以多一點這個股份 對不對 止股張數 Why not 之後董監事改選的時候 也才對我說話的餘地 你這OK啦 可以思考 但是你是不是就是真的這樣 人家就衝得董先改選而來 我覺得我們要持續再觀察下去 一種不能只買個一個禮拜 你後面還是要繼續買 對不對 可以持續觀察 只是我告訴你 那個要改選是要到明年 不是今年要改選 OK 這個題材面身跟大家講一下 那 所以今天就很奇怪了 所以今天因為這個消息大漲 就會讓我覺得 有點納悶 就大家是不是過度的興奮 就可能跌太久了 然後一點小力多 就刺激一下 真正航空雙雄 我認為 你要觀察它後面還有我們在網上的動力 董監改選當然是個題材 但那是要到 我認為董監改選要到年底 要到第四季 現在第二季都還沒過完 過早了 要到第四季 最快最快第三季末 第四季年底 比較有機會 所以如果你現在來看航空雙雄 我認為你真的要有個比較正確的態度 就是 什麼態度 你應該是放在未來的解封經濟 懂嗎 未來的解封經濟 機票能夠賣多少 能夠賣給多少人 這個才是未來航空雙雄往上的一個動力 那我們知道航空雙雄在疫情時間 靠著什麼來支撐它旅客的往下掉 靠著貨運 我們剛才前面也才剛談到所謂的長邊效應 那代表全球經濟的衰退往下 衰退往下代表購物少了 消費少了 那需要載的貨物是不是也少了 如果說 航運 海運會受到衝擊 那請問你 空運會不會受到衝擊 必然也會受到衝擊 我們在好幾個兩三個月前告訴大家 大陸封城 影響了這個航空的運價往下 因為運量就縮減了 然後在我們預期 在這個解封之後呢 運量就會上來 運價也會上來 目前的確是這個情況 可是如果我們把全球的經濟 給考量下去的話 以未來的下半年來看 我認為 旅遊的解封商機 會遠比這個貨運來的重要 這跟過去 兩年一年以來的思維是不一樣的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因為目前來看 全球在下半年的貨運量 是一定會往下縮減的 這就是消費的需求 減弱衰退的道理 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看的是 他的旅遊這一塊 載客這一塊 能不能成長上來 這是未來 因為我們想 海運 如果真的像馬斯基 老闆講的這樣 CEO講的這樣 那貨櫃航運就是為了載貨 那他的營收當然勢必受到打擊 獲利也會受到打擊 但是航空雙雄 他是雙引擎的 他即便 貨運這一塊 可能在下半年要開始往下掉一些 但他的這個 載客 能不能夠彌補 當然是有機會的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兩個是他的雙引擎 我們就要持續觀察他的變化 這個 如果你比較認真比較詳細的 做功課比較嚴謹的同學 你可以到長農行或者是華航的官網去找他的資料 官網資料都有 這個呢就是長農行 他的每個月詳細的一個資料 那上面的資料是密密麻麻 我們不用看那麼複雜 我們只要簡單框這一項就好了 PAS代表什麼 在航空術語 PAS代表就是 載客 載客 乘客的意思 你看他載客的數量 還有載客的營收 都在前面的這兩個表格 你自己上網找 你自己到他們官方網站找 我今天跟你解說 就是這樣 這個紅色框是最重要的地方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你可以看到載客的成長 人數有沒有成長上來 有喔 你有沒有看到載客人數有慢慢成長了 好 下面是營收 你有沒有看到營收也是持續的跳上來 而且營收跳得非常的快 因為票價貴 解封需求後面大家期待的是高機票 票價會很高 這幾乎是一個常態 你知道嗎 除了看這一項之後 老黃剛才不是講的雙引擎 你要去一起觀察嗎 第二個引擎就在這裡 CGO 這個在航空的術語 叫什麼 就是貨運 就是貨運 那你可以觀察上面 這個就是貨運載的數量 下面呢 就是貨運帶來的營收 你可以仔細看 營收呢 還在維持一個成長 雖然沒有1月份的量那麼多了 但是還在維持一個成長 那貨運的數量呢 也沒有3月份來得多 但是呢 也還在一個維持一個水平的過程 持穩的一個過程 那這個地方啊 主要是受到這個 中國風塵 疫情風塵的影響打擊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觀察一個重點就是 6月份跟7月份的這裡 它的 貨運量能不能維持住 貨運的營收能不能維持住 一樣 觀察6月份跟7月份 在客的 但是我跟你講 這個貨運 以我剛才講的那個總經的層面來看 小編 我讓你猜 我們如果以剛才講的總經層面 接下來後面到下半年 這個貨運的營收也好 還是這個 債的數量也好 你覺得會不會 你覺得是下降還是上升 下降 我現在預期就是下降 但是上面這一塊 債客的嘛 你覺得不管是人數也好啊 還是營收也好 是下降還是往上 往上 那就看這一塊能不能彌補掉這一塊 因為過去是靠這塊引擎 不然撐這一塊 那只要這一塊不要掉得太兇 那這一塊要大幅的成長上來 那對於整個航空雙雄 在基本面的看法當然是怎樣 還是看好 這樣懂了嗎 只有當這一塊掉得非常兇的時候 那就要不要小心一點 我已經教你怎麼看了 你們要自己去觀察 這個在他們官網很好 他們這個資料還提供了什麼 YOY 直接幫你做對比 你可以去看一下這個債客的成長 債客的這個人數也好 還是營收都是大幅成長上來 即便債客的人數 這個同期喔 同期去年4月 這個今年債客人數是降低的 掉了大概2%左右 但是營收是怎樣 成長 小編這說明什麼意思 債的人比去年少一點 資源不能收 但是我營收多很多 什麼意思 調價變貴 調價變貴 那這是未來新常態 那更不用說人數如果成長上來 飄這個 營收會增加 會 那下面這個也是啊 貨運的部分你也可以仔細看 OK 不只是長榮行啦 你喜歡有些 總是有人也喜歡滑航嗎 對不對 這我們之前聊過啊 就是有人喜歡滑航嗎 那滑航也是官網友 你也可以進去找 那怎麼看 看這個 密密麻麻 那再看這個就好了 跟著老王學股票 輕輕鬆鬆 看懂就好 這個 PAS這個 就是指債客 那這裡呢 卡古的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指 貨運 你就看這兩項就好 看債客的這個營收 跟這個貨運的營收 一個是債客營收 一個貨運的營收 欸有沒有持續做一個成長 你很簡單看這個 債客的營收是有在成長 客運的營收才在成長了 那貨運呢 也還是 雖然也沒有1月的高檔 但是也還是維持在一個相對的高檔 那接下來就看 中國已經解封之後 我們就看接下來這個貨運的變化 這樣OK嗎 當然啊就像我剛才講長榮行一樣啊 你今年下半年來看的話 這個貨運的業務 一定會受到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 稍微往下 但是這個往下弧度到哪 只要不要太過嚴重 然後貨運的運價可以維持住 那就期待這個債客的這個營收 可以來彌補來cover 這樣OK嗎 大概是這樣 我認為整個唐鳳雙雄 在接下來要看的就是一個解封商機 它不會再次聚焦這個貨運的部分 這是我今天要很重要的課題 我前面已經講過了 這是什麼 花行也很棒 也有給你歪歪歪 你都不用自己算 他都幫你算好了 你可以看到這裡 你看到這裡 去年同期五月 乘客的成長 的營收 乘客的營收成長 債客的營收成長 231% 那貨運的 也還不錯啊 都維持一個穩定 那你可自己看到這個 你在看4月份了 71% 債客營收的成長 請問你 是不是就跟我來講 我們現在下半年要聚焦是什麼 解封的旅遊商機 講懂了嗎 因為很明顯成長 非常驚人 這跟去年比的 廢話嘛 去年就疫情 懂嗎 好 那講完了 總理經濟層面之後 有些同學可能覺得 我還要上官網 我也不知道去哪找 這個細的資料 要找一找半天 不如老王你提供給我 加入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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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你找 人家這是公開資料 但你真的懶 加入會員 一個月399塊 我幫你找 可以嗎 如果你想 省這筆399 一個月才399 不是3萬9 你要省這筆 你自己查 我還在提供一個方法 自己查的 就最簡單的 我不要看那麼細 我看整個大四礦 那你就去搜尋 MSCI空運指數 這個 這個就跟我們在看什麼 這個 波羅的海貨櫃航運指數 或是什麼 上海集裝箱吃狗指數 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那個是 關於貨櫃航運的 那這個呢 MSCI空運指數 看名字就知道 他大概在講什麼 就全球空運的一個指數 貨運的一個指數 你可以直接來看 這邊啊 受到這個中國疫情 這個 封城 也就是有造成一些 一些回落 這個運價回落 從3月 從4月初就一路回落到這裡 那現在就 到6月13 6月13 最近 又有點下滑 主要是反應經濟的衰退 所以我剛才就已經講了 接下來這個運價 你要仔細的觀察 就是說全球的這個 消費需求降低 你一定會讓運價 還有讓這個貨物 開始又受到一點干擾 再的數量 所以要持續觀察 如果你發現他 那你說這兩條是什麼 藍色的這個是空運指數 那這兩條是一般的均線 就是20日均線跟60日均線 所以你說運價也可以看均線 可以啊 如果運價 運價這邊就跌破60日均線 跌破季均線叫什麼 叫歐卡 對不對 所以你要看到運價 猛爆性的成長 突破 這又漲上來了 那就是要突破什麼 60日均線 你說那個越均線咧 越均線八來八去就不用看了 就區間了 你懂嗎 都可以 是不是 教你們的 放諸四海 就是局一 局一反三 反四反五都蠻合宜 你這樣看 你說 在沒有突破60日均線之前 運價大概還是維持一個 弱勢震盪 或是你要說橫盤震盪 但稍微弱一點的趨勢這樣 OK 好 好啦 講完了總體經濟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產業面 我們來看一下技術面 技術面也是很重要的 你要 你即便知道它未來看好是解封 那你如果觀察到它營收的這個細項上面 這個載客的營收也是成長的 人數也是成長的 你想去做切入 你也是要等技術面翻多 對不對 因為你不知道 往下掉的刀子要掉到哪裡 才叫地板 對不對 那以長龍寒來講 你有沒有可能在這邊剛跌破的時候 就去怎樣 接刀 有沒有可能 如果你很喜歡航空的 你搞不好一跌下來就想接刀欸 為什麼 高檔不買啊 跌下來買不是很漂亮嗎 對啊 可是你一買會不會 遇到這樣子 那你要怎麼避開這樣子的回檔 擊殺 那就是要看技術面 我們有沒有在 兩個禮拜前的節目來 事先跟大家預告 請看VCR 利多外資還在賣 你看最近六天就好 最近六天外資賣幾天 五天 而且幾乎都是大賣 動不動就可以大賣 有沒有 那他怎麼漲 我們講過多少是航空雙雄高度聯動誰 外資 華航 連續大賣兩天了 有沒有看到 之前都買買賣賣 現在連續大賣 下來 跌破所有的軍線 跌破所有的軍線 那現在怎麼辦 只要把所有的軍線站上 只要把所有的軍線站上 我才能翻多 講完了 嘿 有嗎 還沒有這一段的時候嘛 就先跟你講跌破所有的軍線了嘛 欸這個跟貨櫃三雄像不像 像 我們也是告訴你跌破所有的軍線翻空了 但是一樣喔 我只是跟你講技術面翻空喔 我沒有唱摔你喔 我也沒有看摔你喔 我們沒有極度看摔喔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是很合理的告訴你 就跌破所有的軍線 那請問你 你看了我們節目 你可不可以避開這一段 可以 如果未來有機會 重新站上所有的軍線 我們是不是就會看多了 是 這樣懂嗎 下面這個叫外資嗎 有沒有跟外資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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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跌下來的過程 誰造成的 外資 就跟剛才你看到VCR一樣喔 是告訴你外資在賣了 我當初就提醒你外資在賣了 股價也跌破所有的軍線了 你不跑 不跑抱著還沒打緊喔 最怕就是你昨天收最低把他砍了 今天吐血 吞噬 又吞噬 好 他說吞噬喔 來來來來來 我們等一兩個禮拜 我們看吞噬之後會變怎樣 好不好 吞噬是不是 你如何要避免自己殺最低隔天大反彈的命運 那就是一句話 停損要趁早 你如果這邊就賣掉了 這邊就跌破了 這邊就賣掉 你這邊就停損掉了 就賣掉了 今天就算漲停板 也還回不到你的價位 你隨時都可以再買回來啊 你真的覺得你賣出了再買回來 成本還比較低 對不對 為什麼今天航空雙雄會反彈 今天長龍航出了剛才提到那個利多 這個長龍國際大買的利多 還有一個就是充滿面 外資連續賣這麼多天 突然轉賣了 市場就興奮了 搭配那個利多就大漲了 那請問你外資後面繼續 要不要繼續買下去 要 如果外資不買了 今天的大漲隨時有可能再跌回來啊 因為外資代表的是高度的聯動 華航 短線這裡的缺口 還有五日均線嘛 那這裡也一樣 他們也是 他今天正上五日均線 那這裡其實有個缺口 反正就上面技術面 還有很多的壓力 還有很多的壓力 那我的建議是 如果可以全部站回來所有均線 那他才會反彈 才會真的長線反彈 才會開始來反應什麼 解封的經濟 就像我上禮拜 上兩個禮拜以前講的 那個時候 你再來搶 會比較適合 再來買這些相關的這個 航空股會比較適合 昨天也是外資進來買嘛 那今天就反彈嘛 可是這邊外資連賣 這邊外資連賣股價是怎樣 往下跌的嘛 這邊不也是跌破所有均線嗎 所以請問你 航空雙雄跟外資連動高不高 高 那這我們節目講到爛掉的事情 好 那今天的解析就到這裡了 感謝全國觀眾的收看 老公的節目呢 一向自利於帶給大家很多的收穫 很多的知識 很多的操作技巧 那我們更放在一個重點就是 用最簡單的白話 讓你了解整個股價的脈動 所謂大到自減 就是為止的初衷 那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記得按讚 記得訂閱 要開啟小鈴鐺 每一節節目才會發通知給你 今天節目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禮拜五再見 掰掰 王以龍老王吉普會投顧 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致富投資風險 字幕君 不開玩笑 1